二人回到镇上时 天刚刚放亮 惊吓见四周无人 低声对陆毅说道 大人 咱们想个法子再会会阿赵 卑职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陆毅斜眼瞅着惊吓 深吸一口气后 冷嘲热讽地说道 惊吓 莫非不提阿赵二子 你就不会说话了 我 惊吓一时语色 不知晓自己怎么得罪陆毅了 他只是在考虑案情 怎么察觉出陆毅在闹情绪 你什么你 还不快走 陆毅神情严肃 语气中却透着关怀 不怕被老虎叼去 当然害怕 惊吓小跑着追上来善善一笑 露出一排背驰 陆毅心中的怒气瞬间抛至九霄云外去了 天亮了 红叶镇的街头热闹起来 有摆摊的 有卖早餐的 还有挑着担子卖杂货的 突然 街道上行人不约而同的靠边站立 扬出一条甚是宽阔的路 两顶八台轿子一前一后从众人面前经过 更威风的是 轿子前后左右都有侍卫跟随保护 善元堂医馆中 惊吓画好了欧阳府的大支地图后 拿给陆毅 大人看了一会儿 指着地图上一点 也就是欧阳府花园里可能藏有火炮的地方 说道 惊吓 此处射击甚是多余 所以火炮绝对就藏在这里 我就问惊吓可爱不 对对对 大人 您太聪明了 惊吓惊讶的张大嘴 仔细盯着地图上陆毅指的地方 非知记得十分清楚 那日微微吹着西南风 硫磺未夹杂在花香中 火炮定是在这甲墙后面 惊吓 陆毅 你们快些下楼 有贵客到访 盖书在一楼冲他们喊道 莫非是欧阳府的人 陆毅边葬地图边吩咐惊吓到 惊吓 莫瑶惊慌 你先下楼 我随后就到 是 惊吓双手拍着脸颊 扯出个舒适的笑容后 迈着轻快的步子跑下楼梯 陆毅早就被惊吓的诗意给惊到了 因而惊吓前脚刚下楼 他后脚便跟了下来 大人太紧张夫人了 贸然到访 还望见谅 说话的正是欧阳天的掌上明珠 那日对陆毅一见清新的欧阳玲珑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欧阳玲珑还搀扶着一位衣着华丽 满头朱翠的老夫人 陆毅不用猜测 也知晓这位定是欧阳老夫人 陆毅故作慌乱走上前去 双手抱拳 拘谨道 不知老夫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老人家赎罪 不爱是的 瞧你这孩子 欧阳老夫人摆摆手 微笑着坐在玲玲对面 玲大夫 喝了你开的药 我这两日睡觉好 吃饭香 觉得年轻了不止十岁 当我痊愈后 定让天儿重重地愁谢你 曾福小可爱 老夫人 不用如此客气 诊经我们早已收了 玲玲推了推诊包 微笑着说道 来 您把手放好 我再为您诊一次脉 好好好 老生此次前来医馆 就是琢磨在开几季药 回去煮了喝 陆毅冷眼旁观 只见欧阳老夫人 虽极力装作慈眉善目的老者 奈何眉眼间透着傲气和心机 哪里把整个医馆放在眼中了 突然 医馆门口传来强劲有力的脚步声 惊吓扭头一看 阿赵一身黑衣 细长的眉眼全是冷漠 宛若医馆中一切都与他无关 陆毅扫了眼阿赵后 扭头看向惊吓 见惊吓眼珠都不转动地盯着阿赵 大人心中顿时一酸 旁边的欧阳玲珑眼光就没离开过陆毅 盖书和谢肖剑此情景 只能拼命憋住笑意 在陆毅饱含醋味的目光里 惊吓鬼使神差般走到阿赵面前 蜜眼上下打量着他说道 阿赵公子上次我不是建议你平日多笑笑吗 怎么你还是板着一张脸 习惯了 阿赵的话一场简洁 惊吓左手掐腰 甚是粗鲁地说道 好心当成驴肝肺 切 夏儿 不得无礼 还不快快向阿赵公子赔礼道歉 盖书生怕惊吓此具惹毛了一身力气的阿赵 敢忙出言斥责他 知道了 惊吓转身向阿赵屈膝行礼 没好气地赔礼道歉 阿赵公子对不起小女子出身侍静 粗俗无礼言语间冒犯了您 还望您恕罪 无妨 阿赵看着惊吓乌溜溜的毛子 心中塌陷的角落 似乎更严重了 情之一字 无礼可依 无法可寻 深处黑暗中的阿赵 从惊吓身上看到了他渴望已久的阳光 只可惜 这注定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缘分 惊吓眼珠一转 冒着是二分危险诈问道 阿赵公子 我记得前几日见你脖子上有根红绳吊坠来 结而怎么没有 是否偷偷送给哪位姑娘做定情信物了 其实前几日在欧阳府花园里 惊吓并未发现阿赵脖子上佩戴的吊坠 他只是想诈问一下 夏爷得意洋洋 旁边的陆一猛的一惊 暗自惭愧 原来惊吓靠近阿赵是为了查案 在陆一和惊吓心照不宣对视一言后 只听阿赵冷漠地吐出四个字 不慎丢了 这四个字帮助惊吓和陆一解开了谜团 红叶山上层服发现的男师 凶手就是阿赵 这时候 玲玲已经为欧阳老夫人开完药方 惊吓接过药方后 转到柜台里面 铺好包药的纸 拿起同乘开始抓取中药材 盖书和谢肖乖乖站在一旁 但二人都不傻 距离危险的阿赵很近 欧阳玲珑的手一直搭在祖母肩膀 简陆一一直不看自己 她鼓足勇气说道 陆公子 明日便是镇上的蜜花节 你可一定要去啊 好 承门欧阳姑娘盛情邀约 在下一定准时赴约 面露喜色的陆一双手作一 她心中只想从欧阳玲珑口中 得到关于欧阳家的消息 却没看出那姑娘暗送的秋波 倘若陆一知晓蜜花节是什么节日 姑母不会暗自高兴了 摘蓝叶演戏呢 欧阳老夫人也一直打量陆一 不住地点头 深情很是满意 倘若不是孙女飞缠着她来医馆 老夫人也懒得来回折腾 但见到乖孙女的一中人后 甚是满意 她这个孙女的眼睛 一直长在头顶上 如今终于等到自己的良人了 只可惜 这也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陆一此生 除了惊吓 却不可能再娶第二个女子 惊吓将包好的药用绳子扎紧 递给阿赵 欧阳老夫人在孙女的搀扶下 走出医馆 上了轿子 暮色降临 医馆二楼 陆一把惊吓到自己房中 二人商讨案情 惊吓站在窗边 神色凝重地分析道 大人 卑职清晰地嗅到阿赵身上有三七粉的味道 还隐隐透着血腥味 她肯定受伤了 在家喻吊坠的事情 所以悲直觉的曾孝未发现的男师 凶手就是阿赵 无需怀疑 陆一翘着二郎腿 习惯性地转着桌面上茶杯 说道 阿赵是欧阳天的义子 她除掉红叶山上的那个人 是受了欧阳天的命令 山上的死者极有可能是给欧阳老夫人下毒之人 惊吓一拍额头 从头开始履顺整件事情的来容去脉 灵一说破欧阳老夫人是慢性中毒 孝子欧阳天立马查出给母亲下毒之人 然后命令阿赵除掉此人 抛尸荒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i whether orDas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